对面这个边路鬼谷子 这是什么道理啊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游戏玩多了什么旗袍都有 真地是花里胡哨 这是排位赛啊 我放老胡子不给你吹老鹤包 大家好 我是聚才 今天搞一首生天美 老规矩这一把的装备和迷文依旧在视频最后 射手路兑现马可波罗 这两个射手的位移都比较多 没有明显的克制关系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千万不要越过兵线去打马可 有兵线帮你挡着子弹 就不太容易被马可的一技能扫够满的 你像这里我就是遇过了兵线 被打了一套之后千万不要站路 赶紧用闪线拉开距离 算算时间他那个一技能差不多好了 先不着急回头先让他清这个线 然后观察一下动向 他要是回塔下吃血包那么咱们也会 但是他要清这个和线的话那就不好意思 提前埋伏一下二一连招给上 再来一发一技能拉近距离 一发强化普攻送兄弟上路 对线的时候有失误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失误了你还上头 要知道虽然像本来就不是一个站路型的射手 发挥失误了之后被拖入了站路的地步 这个时候一定要学会及时止损 上路继续对线 队友发出了信号要过来支援 准备稍微勾引一下 但是对面这个马可好刚啊 这一面就是一个大招接晕眩 搞得我差一点偷鸡不成18米 幸好此时队友志愿已到 虽然第二次被上官网而送回了泉水 但是幸好回泉水之前击上了黑剑虎 整体来说这一波亏是不可能亏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对了 忘了说了 新版本的虽然像被砍了一刀 一技能的伤害降低 但是CD变短 这样一来 原先的出窗思路先出个暗影战斧这就不合适了 因为原先的出暗影战斧的思路是为了一点前期的穿透 以及少量的冷却缩减 可以让一技能释放的更加频繁 但是现在一技能那个CD本身就够短了 你再出一些冷却缩减没得用了 反而是暗影战斧那个攻击加成稍微有一点低 像什么增加血量 以及概率性的触发减速 这个对于思热箱来说用处不大 毕竟思热箱就打那么一枪 除非是什么欧皇附体 否则想靠着暗影战斧那个枪枪减速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版本我建议要 直接做无尽中适和破晓 没有必要去先做个什么暗影战斧 不要怕什么穿透不够 因为对面是坦边的话第一件肯定是防装 当面对冰心和反甲的时候 你做个暗影战斧也不够啊 而反之对面是脆皮的话 那么你先出个暗影战斧就稍微有一点脱皮色了 三剑套一出直接成型 一枪一个小朋友他不香吗 另外有一个小技巧 现在的双热箱可以存一枪 因为一技能CD短了嘛 可以衔接上了嘛 所以你提前存上那么一枪 相当于是两个强化普攻 那么这样算下来伤害比以前还高了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东西短一点 他也不全是坏意识 少年人 你听懂了吗 这里下路拿主宰 一技能CD够短 能放就放提前存一枪 拿下这个主宰之后 对面这个马可啊 死有八九是出现了一个常见的失误 就是那个大招划快了给取消了 那白捡一个人头也是十分开心 只不过出来换迟早要还 队友K走大招人头之后对面支援已到 上官网而不由分说上来就要搞我 闪现加一技能拉开距离 运气还不错成功规避的一些伤害 我要是没死那就不好意思了 小伙子落地之后就是你的死期 团战告结之后入侵也去拿暴君一条龙 以此建立一些优势 不要给对面任何喘息的机会 操作要帅 节奏要快 当你变快了之后对面是逆风的情况 死有八九是招架不住你的 对面的失误次数就会越来越多 同样的经济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很多时候血球就是这样滚起来的 这里对面上官网而目标又是我 幸好老主我机智提前发现了不对 果断选择的卖队 战略性撤退 以保存有用之身帮助队友做更多贡献 打出更高的伤害 不要问我为什么 问就是战略运回来回拉扯上下摸索左右横跳 中路对后已经发出集合信号 老规矩切入战场之前先存一枪 此时中路已经开倒 二技能一放强化普攻先拿一枪 一技能翻滚跟上对面走位 再来一发强化普攻击下陪剑虎 诶 此时队友伤害不够 随手一发炮弹送队友一个助攻 不用谢 谢就剑外了 此时敌方娃儿突然试了志 兄弟啊你是打算一打五吗 翻滚接强化普攻送兄弟上路 事已至此打出对面一个小团面之后 剩下一个大桥手势肯定守不住 这一把终究是大局一定 那么这一把的名文是 夺翠 鹰眼 三无双七火源 装备是攻速鞋 无尽 忠视之力 破晓 吸血刀和铭刀 三连走一走 活到2949 关注来一波单车变摩托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剧才 我们下期再见